我们讲回到源头 为什么你当初想要创 两年前想要创 5MV这个群众募资平台 因为其实在台湾是 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创业形态 在两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好 其实差不多三年前 我离开上一份工作 那上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外商大公司 那当然做了几年觉得 有点累 然后就离开 离开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想保 那时候我差不多刚好满30岁 然后30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就是那时候在思考 那下一个十年我该做什么 那可是就是花了很长时间 我花了这样一年的时间 就无所事事 对 可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够长的时间去 沉淀 去酝酿 对 去酝酿 然后那时候去想就是说 其实我会希望说我可以做一些对 我不知道就是 以我这种年纪说这种话就有点怪 可是我那时候还蛮希望说 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能让我自己饿死 我必须要可以赚钱 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在赚钱的这个 同时能够贡献一些对社会有帮助 那所以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去看说 到底台湾社会我可以做什么事 因为社会发生什么问题嘛 后来我后来觉得其实最大的最大 尤其是我们二十岁三十岁的人 最大的困难障碍其实就是对于创新的勇气 对于尝试就是接受挫折的这个勇气 因为很多人很害怕失败 对 然后呢那你一旦你一旦鼓起勇气做了一件事情 可是因为创 不管创业也好创新也好 失败的几率很高 没错 那如果你因为一次一个失败 你就挫折了就放弃了 对 那其实这样很可惜 对 那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有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失败了也没有损失 或是损失很低 那你成功的话你就可以 你也不用太多成本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做完 不管你的这个idea是小还是大 你所有的那个成功都是累积而成 我的概念 我的想法是这样 是累积而成的 你现在只是做一个非常小的idea 一个小的计划 可是你如果这个成功之后 你可以再做下一步 不断地做下一步 越做越大 那你就可能累积出真正大家看到的成功 好 所以其实也许对FlyingV比较陌生一点的人 他可能不了解FlyingV如何帮他圆猛 比如说我现在黄慧玲我有一个idea 然后我去找FlyingV 所以我会得到怎么样的协助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就是 很多人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单纯的idea 他想做一个project 一个一件事情 是 然后呢 那我们 当然以平台角度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专业的案子 所以其实我们不太可能针对专业性去 提供太明确的建议 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擅长的地方 可是你要执行一个企划案 其实你不只是你的专业的预域 还有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企划案 能够把它包装成一个好的故事 能够让听到的人能够很快容易理解 并且产生认同 其实这个是一个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说 你怎么样让你的乐听者能够去很短的时间之内 接受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并且产生认同 对 那产生认同之后他们就愿意赞助你 对 所以在Find&V上面提案很关键很重要就是 你要先把你的故事讲得好 是 你的目标要很清楚 是 然后你要有一个 应该是理想性吗 所以容易让人家来参与你 理想性是一部分我觉得就是我们不会讲是那个坏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其实你可以是非常有理想性的 对 或是说你可以是说 我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梦想我想要达成它 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什么什么很有意义 但是你也可以它可以是很大我的 也可以是很小我的 对 都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你即使是很小我的 只要有人认同 他还是愿意支持你 好其实在Find&V上面要成功有很多的要素 然后你们也创了很多记录像我们刚刚说的 最短时间募到六百多万 然后还有很多记录很有趣 像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个是成功募资金额最高的 是 是 是僵尸路跑 是 那个活动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在去年有一波热潮是做路跑 其实去年主题路跑活动非常多 对 台湾人很爱跑 对 那其实僵尸路跑是金额最高 可是实际上比较具有意义的其实是在他之前的太白粉路跑 是 那为什么要讲太白粉路跑呢 因为其实太白粉路跑算是一个第一个 台湾第一个由素人发起的万人路跑活动 是 为什么要讲素人发起呢 因为过去大家在谈路跑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是 不然像是富邦啦 Nike啦 就是这种比较大型的企业去赞助 然后呢那他们是办专业的马拉松或是说路跑活动 但慢慢慢慢他们也开始有在办一些比较主题性的路跑 可是大家对路跑的认知是说它是一个大型的 它是一个这个需要有一个企业组赞助的一个方式 很有趣就是这个太白粉路跑这个发起的Mark 它其实是因为它在报不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彩色路跑 Colorone Colorone 因为Colorone那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主机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很多人报不到 对 然后他们本来只是嘲讽性的在Facebook上去发起了一个社团说 OK 我报不到这个彩色路跑 那我自己办一个太白粉路跑 它本来是嘲讽性的搞笑性的来做这件事情 没想到 没想到就是凝聚了非常多的这个粉丝 然后大家一直说那你什么时候办 你是真的要办吗 如果你真的要办的话那我要参与 然后他们那时候才真的开始认真地去思考说 那他们能不能办 然后这很好玩 就是以前大家讲说网路上是 网友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 是 可是经过这一两年大家看到 我们自己也感受很深 就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也只是好笑 就好像哈哈就好 就是你一定搞笑而已 可是后来觉得说如果他真的要办 那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这样合作 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联络 他也觉得说他那时候刚好也在思考说他想办 我就一拍集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就把企划案全部写好 然后五天之内就募到六百 六百多万 五天募到六百多万 在他们真正办的这个路跑活动 当天有一万五千人去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 网路的力量开始传 开始实体化 没错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素人的胜利 对啊 在两三年前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我的梦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我会变得很快乐 那事实证明其实是还蛮快的 因为帮助别人其实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